你没事吧 韩雪 直秋哥 你别这样 孔悦 她已经结婚了你知不知道 直到现在你还对她念念不忘 你到底当我是什么 既然你知道你和韩雪 已经没有可能 就应该断了这个念头 我是这儿整会的 你们要找找我吧 带走 二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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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天我也仔细想过了 我觉得 应该是徐宝堂 埋动了徐不方的人 目的是让我不能参加善政大赏 那这下真的又被她得逞了 善政大赏马上就要开始了 可咱们的扇子却被毁了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有些事情 是不能勉强的 杜鹃 你下次来的时候 能不能帮我请个大夫过来 二小姐 你是不是敢受伤了呀 不是我 是她 我都说过 我不要大夫 我就要我家里的那罐试漆呀 我家里的那罐试漆呀 小姐 那件您刚都试过了 没有一件满意的 要是知秋哥在就好了 他最会帮我挑衣服了 大小姐你忘了 如今姑夜可是丑段庄的掌柜 忙得很呢 你不是我都忘了啊 干脆咱们到铺子里去 让知秋哥帮我挑几件新料子 我就按照现在最新的事样 做几件衣服 怎么着 也不能丢了咱们潘熙镇的脸 我看大小姐 不是要比较过上海的时髦女郎 是要比得过二小姐吧 可是二小姐怎么比得过呢 什么二小姐 去家没有二小姐 你要是再让我听了三个字 就撕碗你的嘴 谁是三小姐 行了跟我去找知秋哥吧 这条红鱼代表我 这条黑鱼呢代表你 那现在 是不是应该换个点睛呢 现在还点不上 因为他们现在 你们有心 那怎么样才能让你们有心呢 得让他们 到观音娘娘面前去交心 观音娘娘在上 寒水今生 会把一颗心 交回知秋哥 有事不变 我叶之秋 今生今世这颗心 都属于寒雪 失之不欲 好一个红豆扇上双雨细 红豆相思 情相牵 很漂亮 很有韵味 那你要记住呀 你又一辈子带着她 护着她 不离不弃 我发誓 我叶之秋这辈子 都带着她 护着她 不离不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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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秋哥 知秋哥 我给你带来一个好消息 你爹要带你去上海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你也不告诉我 你爹他说了 要给你一个惊喜 你说咱们去上海 我穿什么好啊 穿什么衣服都好看 知秋哥 要不你帮我选点布料 做几件新衣服 这马上就要走了 时间这么短 哪来得及做得好啊 来得及 就做几件 不是 这哪个铺子 能接这么急的活 这是谁的扇子啊 韩雪 叶志秋 你欺人太甚了吧 你明明告诉我 你已经忘了他 为什么你还有他的扇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这明明是林韩雪送你的扇子 你明明是在赌物私人 我这是在收拾东西当中 无意发现的 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好 那你当着我的面 把他给撕了 你这样又是何必呢 你要是今天把他给撕了 咱们当做什么事情 都没有发生 你要是不怕他给撕了 咱们两个今天没完 别胡闹了 给我站住 是我在闹吗 试问哪个女人 可以忍受自己的老公 在外面想别的女人 我告诉你叶志秋 不是我过分 是你太过分了 凡事事可而止 太过分的话 对我们大家都不好 叶志秋 你居然跟我说这样的话 好 你不撕是不是 你不是我撕 你放手啊 给我打开 你这是干什么 你放手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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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 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以为你真的会跟我好好过日子 看来一切都是假的 原来你都是在骗我 性感觉 伯伯 你这不是干什么呢 上来了 上来了 别打 上来了 打过来 谁会是杀谁 你看看你 你都变成什么样子了 你还想大家归宿吗 你比那市井的婆婆还野蛮呢你呀 我就是婆婆 我就是野蛮 你也不问问 这些是谁造成的 放开 此生就是有再大的错 他也是你的夫君呢 从家出父 夫君就是天哪 你受了再大的委屈 你得往肚子里咽的你 我呸 我是吃你们叶家的 还是用你们叶家的了啊 你们叶家上下下里里外外 哪样不是用我们许家的钱买的 就连你看病吃药的钱都是我给的 你 我什么我 你们这拳白眼狼 使着我的钱 心里想得出了别人 你们这拳万爱富裕的东西 我火夜晚 我当成为什么人知秋 娶你什么个婆婆 不要怪呀 就怪你自己 没错 叶之秋当初想娶的人不是我 可是你怎么不说 我是他在门口跪了三天三夜 求回来的老婆 叶家的男人 没骨气 没义气 从老到上都是一群贱骨头 要是我爱 我早就死了 老爷 老爷 快来人哪 快来人 老爷 快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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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跟我没有关系啊 大夫 我爹她怎么样 准备合适吧 爹 爹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个阵牧场 scholars עnnage 现在没办法复得更正常 你甚至是想 April 你笨巾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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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黄警长真大忙人啊 三催四警子终于 把你给判来了 瞧您这话说的 有美人相邀 我岂敢不来啊 长毛您看得起 既然格格这么爽快 那在下就快领了 那不知 我拜托黄训长的事 格格放心 我绝对不会为难韩雪小姐 只要善真大声一结束 我立刻送她回家 我要你立刻放任 这有点强人所难了吧 强人所难 你收了我的钱 现在说强人所难 我答应你放韩雪 但是没有答应你什么时候放她 您也知道 偷我的人又不是一个两个了 为了您那点钱 坏了我的规矩 这让我以后 怎么在道上混呢 好 我不为难你 但总有你求我的一天 哎 哎 喝筷子 喝不快走啊 走不走啊 优优独播剧場 优优独播剧場 大爷放心 我一定照办 怎么样 都搞定了 那姓黄的明天就会把韩雪放来 我就知道那家伙 吃硬不吃软 明天跟我一起去见韩雪吧 我不去 你自己去吧 为什么 我不想让她紧张 您慢着啊 董姐啊 您看这叶家的丧事我们就真的不去了 我跟叶景瞻几十年的交情 又是儿女庆庆 盼情理说 这丧事我是不该缺席 只是 一来 善人大赏破在眉睫 二来 你说这媳妇把公公给气死了 我去了 这脸往哪儿割呀 董家 那我们就不等大小姐了 她还有脸根去啊 我原指望她能牵制住叶之秋 让叶之秋好好为徐家做事 这眼可好了 叶之秋不和我们徐家对着干 我就谢天谢地了 对了董家 您看这铺子里是不是 我哪管得来那么多呀 我养了那么多人 要是都不能做事 就给我滚蛋 我 想给你 我哪管得来 你哪管得来 你哪ng子 那这�� 你哪管得来 我哪管得来 这人民的 你哪管得来 他拿来 我哪管得来 你哪管得来 我哪管得来 那一坑 爹 爱儿梦想 费那儿一样天年 学家对咱们乐家的所作所为 我都记在心里 再提努力 求您保佑 众星业家 把虚价吞在业家里 都给夺 优优独播剧场上 大叔 这世七真的能治您的炮枕吗 那当然了 这可是我家的祖传秘方啊 你别看我现在这个样子 老早 我家可是世代名医啊 还当过宫里的太医呢 你可不要小看这罐药啊 千金难求啊 你看 昨天吐的药 今天哪全好了 你看 是啊 这药真的是很神奇啊 怎么样 没骗你吧 大叔 您既然这么有本事 为什么会沦落到这儿了 那是我自己乐意坐牢 我呀 上午老 下午小 就爱喝酒 置骰子 欠了一屁股的债 这楼啊 我好不容易才坐上 在这里呀 吃饭不要钱 又有住的地方 还没人来找债 多好呀 我可不愿意出去 您这是挺奇怪的 这可能就是 每个人 都有每个人的活法吧 林安雪 你可以出去了 我知道了 大叔 有人接我了 我得走了 您保重身体啊 姑娘 慢着 姑娘 我们相见是缘 你人好心好 这是我家的祖传秘方 还有这瓶药 就留给你吧 不行不行 借我不能要 哎呀 拿着吧 指不定哪天哪 你真的还能用得成 走吧走吧 那谢谢了 走吧走吧 林小总 林展规 笑你们也不是泰山 您大人大量 就请您高抬贵手吧 您别这样 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海蟹 格格 那天我多有得罪 请您跟几位英雄说一事 就说您交代的事 我已经办妥了 我早说过了 你会来求我的 是是 走 您慢点 哥哥 你到底把它怎么了 这牢不能让你白坐呀 总得有人付出点代价吧 开车 走 老李的衣服我都给你丢了 你可别跟我啰嗦 你都已经丢了 我还给你啰嗦什么呀 这个我给你找回来了 你看看 你看看 那个棉袍 要给你 记住 一定要 我给你 这不是我的大棉袍吗 可是在京城的时候被偷掉了呀 我早把你找回来了 我本来早就想给你的 忘了 我还以为我再也找不回来了 谢谢你啊 哥哥 谢谢你啊 哥哥 我以为你死了呢 就一直留着他 本来想带回老家的 还好 没给许保堂那个老狐狸 暂时完毕归这儿了 不过说回来了 这一个骗不错棉袍 你干吗留着他 你干吗留着他 你干吗 你干吗 我干吗 我干吗 这不过是一间普通的旧棉袍 干爹在临死前 却嘱咐我要好好把創 难道 这里边还有别的意思 这不是在宫里 丢的那些扇面吗 我终于明白 干爹的用心了 二小姐 玲珑骨扇被毁了 你扇城大扇没有几天 看来咱们这回真的没戏 玲珑骨扇肯定是来不及做了 不过 这次大赛的机会 我还是不想放弃的 可是普通的扇子 怎么能跟多宝斯河较量 二小姐 你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玉珑这怪味儿 我能把它扔了吗 不行 这不能扔 这是别人送给我的全家宝 不会吧 谁会把这玩意儿当全家宝啊 它哄你的吧 这罐氏漆啊 虽然味道不好问 可是它的功效很大 氏漆 怎么 你知道啊 真的是氏漆吗 我不带有食物 还有方子呢 二小姐啊 你可捡到宝贝了 二小姐 士气在《本草纲目》中 就有过记载的 一直以来 人们只知道它的药用价值 却不知道 它是早已失传的至善原料啊 没有想到监狱中的一段遭遇 居然让我找到了一种新的制衫方法 临安于前的桑皮纸 配以朱记的士气 便可以制成黑纸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银行任的上市 我总是订阅 Clint Gaes 现在小姐 请讲句话吧 我祝愿这次善真大赏顺利开幕 谢谢 谢谢 这边请 海选 海选 完工了吗 善真大赏已经开始了 再等一会儿吧 事情还没干透呢 还没完全干透 那你的快点 要不然来不及了 别急啊 只要气一干 我们马上出发 能不能让他快点干啊 我也很着急 但如果拿不出 最好的东西去参赛 我宁可不去 徐掌柜 李掌柜 多宝阁是我们院内的老大 不知这次拿什么来参赛呀 一会儿将扇子呈上去 各位便知了 看徐掌柜的神器 是志在必得呀 哪里哪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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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终于跟了 好了 别说那么多了 我们走 走 好 母亲 看来你等的那位小姐 这次又要识约了 不会的 这次比赛对她来说很重要的 是吗 相当女士 评选 评选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们进场吧 好 请你带我转告韩雪小姐 我很期待看到她参赛的扇子 请 这些人真是的 别情人 哥哥 来不及了 我先走了啊 走 行 走 潘血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来不及了 快 对不起啊 我们还有把站子需要参赛 能不能通融一下 时间已过 不能参赛 时间才刚过 帮帮忙吧 规矩就是规矩 我帮不了你 怎么办呀 跟我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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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 各位评委 接下来你们看到是由雪月扇装成颂的黑纸扇 但是呢 因为成颂时间已过 我们的总评委希望得到各位同仁的认可 准期参赛 不知各位意向如何呢 我们兜包阁没有意义 可以网开一面 准期参加 那么其他参赛者还有意义吗 既然都没有意义 东家 这可是离开雪的扇子 你怎么 我原以为他会拿玲珑鼓扇来参赛 所以我才助温防备 看来黄寻掌是帮的大忙 他那玲珑鼓扇根本就没做出来 弄了这么把黑不撩秋毫不起眼的扇子来参赛 这种丢人现眼的机会 我岂能不给他 好了 我们所有参赛的针扇都已展示完毕 现在请各位稍坐休息 等候评委决断 这次多亏了你 要不然雪人身装就没法参赛了 你今天就一心一意地参赛 其他的事以后再说 谢谢 韩雪 韩雪呀 爹终于见到你了 你知不知道 我找你找得好心多么 各位 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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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是雪月山中的林寒雪林掌柜 是我养育多年的养女 不仅自立门户 享有所成 我甚是幸运 十多年里 我视他如己处 比亲生女儿还要平安 不但叫他知识 还把学家从不外传的至善秘籍 传授给他 你自立门户 我没有意见 可你为什么逃我的香妃宠 挖走我最好的工匠 世事留不作 这些我都不与你计较 今天你我好不容易见面 让为父好好看看你 学长 其实我一直很期待你见面 因为我想知道 因为我想知道 你见到我以后 该如何面对我 可是我没有想到 你还是那么虚无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咱们再见面的时候 我就用不着那么客气了 不过来 不过来 这个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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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间也差不多了 不知道各位现在定论的如何 郭宝国的 象牙金薄膳 工艺精美 风格别具 珍贵高雅 这可是这次 散赛中的极品啊 既然这样 就请我们的总评委 香奈女士 去前厅 为大家宣布最后的结果吧 怎么 香奈女士 难道 你对我们的看法 还有意义 这柄象牙金薄膳 确实精美不凡 但要确定 它就是此次 大赏获奖之善 我还必须认真地想一想 因为这次是国际性的善意大赏 宣布获奖结果一定要慎重 不可以草率 这也是对所有付出心里的 参赛者的尊重 不是吗 那您的意思 我想 今晚我们再对所有的扇子 进行一次评定 明日宣布参赛结果 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那就延缓至明日 我现在就去宣布 不好意思 是我不小心 千万别把扇子给弄坏了 好 哎 齐了 这扇子一点都没事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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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